这真的是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俩不合适分手我抱歉就这样 陆某灵做生意亏了不止30万把主意打到了外甥孙先生身上 孙先生没结婚他妈妈想要陶妹陶某灵帮子给物色对象 网列一开始就要发扬一毛不拔的精神了 网列就开始借钱陶某灵介绍了朋友杨某军 看到照片孙先生想和对方接触接触 陶某灵就假扮杨某军和外甥热烈了一年 以各种理由得到转账61万 现在陶某灵已经被警方抓获这个男孩子也惨了对象对象不会搞 网列网列还陶醉在里面 是吧如果你说你不会搞对象就是不愿意搞那就是至少你就和金钱你最先把分得清吧是吧 那你这么愿意花钱啊那你就是愿意搞愿意搞你怎么还这样子呢 我觉得这个性和钱这个孩子全都残废了弄不清楚 江苏延城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民警成功的抓获了 他这个小姨吧这个就是 这个家庭也有很大的问题 是 Line 这就是很高气 我们在这些什么事